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现在电话亭已经不仅仅可以作为卡OK使用 还可以拿来当做办公室 很多人很好奇说 现在办公室看起来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设置这种办公电话亭呢? 又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会需要用到 那我们这一集就一起来揭晓一下 由于疫情后,远端工作逐渐成为常态 因此各种远端工作的商机爆发 除了线上会议软体使用率飙高 实体空间像商务中心的小型办公室 出租率也很满 在日本呢,出现更新形态的微型办公室 办公电话亭 而且也非常受到欢迎 电话亭虽小,但五脏俱全 设有桌子、椅子、电脑设备 插座极限上会议软体 而且有隔音跟公条 基本上就是一间舒适的单人办公空间 也有设计一到四人的空间 让小型会议也可以在这里面进行 其实主要是日本一间大型不动产公司 从2018年开始在东京京华的地段的大楼 开始出租以小时计费的单人办公室 获得非常好的回响 但毕竟大楼的空间有限 因此呢,他们开始思考 如何建置更多这样的活动办公空间 富有创意及善于开发五人商机的日本 过去是将电话亭改造成卡拉OK 现在呢,是把电话亭改造成办公室 并且将它摆放在像是车站 或者是捷运输入口 人潮来往众多的地方 刷悠游卡或者是信用卡即可进入 收费模式是以每使用15分钟 要支付日币250块 折合台币大概66元 若注册为长期会员的话 则另外会有优惠 这样让许多远端工作者 除了咖啡厅、家里及共享办公室外 又多了一个能更激动的工作地点 而且这些办公电话亭 现在也设置在7-11 让便利商店的便利性能 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目前全日本大概有100多个 这样的办公空间 但由于受到很大的欢迎 未来有希望可以扩点到1000间 办公电话亭呢 它真的是可以提升空间使用率非常不错的方法之一 像之前知名的蛋糕店雅尼克 它也是推出了蛋糕ATM 也就是希望在精华地段 人长密集的地方 然后可以设置这样一个机台 不断24小时的运转 那既不要花费人力成本 又可以达到最大的产值 相信未来呢 会有更多这样子的无人商机出现 但是唯一不可取代的就是 这些好的精华的地段 应该如何被使用 那如果多看我们频道的话呢 就可以累积出更多这样子的一个 相机嗅觉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谢谢观看